冬季 巨马河十度景区 大多数饭店都会暂停营业 只有这家依然顾客营门 蔡先生的饭店已经营二十多年 和别的饭店不同 冬天来的客人不是来旅游的 饭店门前的巨马河 发源于太行山深处 河水切割出陡峭的悬崖 也冲击成平缓的浅滩 在这块独特的地方 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居民 这种鸟在中国的宾位程度不亚于大熊猫 黑罐 在整个中国只有一千多只 水深不超过四十厘米 觅食的时候刚好不会弄湿羽毛 陡峭的悬崖上 黑罐可以安心地休息繁殖 这种北方罕见的卡斯特地堡 对黑罐来说 是荒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家园 对人类来说 却有别的用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十度建起了公路和酒店 山村变成了景区 黑罐的生活也变了 潜水中的鱼类 从黑罐的食物 变成游客餐桌上的菜肴 冬季 经过一年的捕捞 河里几乎没有能吃的东西了 黑罐只有两种选择 留下等死 或者离开 饭店门前的六渡桥下 是一处适宜黑罐密室的浅滩 老蔡和他们做了二十年的邻居 我从小时来拉的 小时候就看这种 你要不咱说农村的话 就是以前掏荒掏荒荒要饭 怎么回事 老家没得吃了 就得拉家带好就得走 你想像黑罐爷一样 你这没吃的了 一盏吃完所以走了 那要吃的去哪 小方让他过冬了 吃鸟啊 他也有感情 他都通灵性 你对他好啊 他得比较亲近你 所以怎么着 无论如何今天也得想办法 把这鸟得留着 关心黑罐家族的人 不只有老财 四样动物是吴秀山的本行 不过是在动物园里 他也是野生动物救护的志愿者 如何科学有效地给野生动物投持 是一项特殊的课题 吴秀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野生动物呢 我们首先呢 要搞清楚 他平时习惯性的在哪儿觅食 8度 6度 7度 是他经常来觅食的地儿 从本意上呢 不要过多的干扰 他那个自身生活规律 这样呢 就让黑罐家感觉呢 不是说 食物来了 像我们点个外卖似的那么容易 还是更希望他去按照自然的生活规律 去觅食 今天是第一次投胃 虽然水面不大 但野外环境的开放和复杂 让200斤泥丘 在眨眼间就消失在水底的石缝中 鱼会钻到哪里 黑罐会不会来 能不能找到鱼 一切都是未知 可能是被我们贸然的闯入 吓到了 黑罐一直没有来 但捕捞还在继续 这个电源杆底下这个竹杆 就是这个电鱼工具的那个 插到水里和捞鱼的部分 尤其一些小鱼 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 断子绝孙的状态了 是对这个鱼类资源破坏 是最严重的一种方式 在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 头位只能暂停 和黑罐一样 饥饿和严寒 对所有生活在北京山里的动物 都是巨大的威胁 对这群猕猴来说 这种威胁尤其严重 猎猴喜欢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 但现在他们面对的 是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 他们出生在南方 很小的时候 就被迫离开家乡 被人运到北京 进行动物表演 但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 这里曾是演出场地 猎猴却成了山上的主人 自由地结成了家庭和族群 孕育出下一代 他们还暂时无法适应 北方冬天的气候 但猎猴有自己的办法 他们游走在村庄附近 村民储存的玉米和白菜 成了猴子们冬天最好的果实 既然是因为